台北当代艺术馆连续七年举办巷弄艺术节 年轻艺术家进去老社区 用创作表现他们细微的观察和感受 有一位插画家发现 日志时期这里有一个儿童游乐园 他就在捷运的出口画满了可爱的游乐器材 另外有位涂鸦艺术家 他每年都在巷弄里面画街猫 今年他的涂鸦竟然被其他的涂鸦客盖涂了 他索性画上了一只不爽猫 用艺术表达他的心情 伴着敲击金属的声响 走在台北赤峰街 不论是缺少阳光的暗像 或是得排成一列通行的窄小巷弄 左腕右拐处处是惊喜 还有一群街猫在这里生活 成了艺术家的谬思 有一只叫coco有一只虎扮猫 我常常看到那边跑跑去 我在话的时候他们就说 过来在旁边看我在干嘛 帮街猫一支支点名 看得出来涂鸦艺术家阿诺 真的跟这些猫咪很熟 阿诺再次为赤峰街区创作 主角却从亲民的小猫 换成了网路明星不爽猫 其实在两年前我们就已经画完这个作品了 然后只是那个作品被其他的涂鸦的盖了 可能不知道然后被其他的涂鸦盖了 然后竟然创作就画一个不爽猫 阿诺刻意保留新图和旧图展现涂鸦客彼此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也象征城市开发不断变化的危机 台北当代艺术馆连续七年 在赤峰街区举办圣弄艺术节 让越来越多人知道这里 过去是打铁无精加工的特色产业 插画家小黄坚则注意到 在日治时期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儿童游乐园 附近的建成公园 它原本在日治时期的时候 它就是也是被打造成一个 就是小朋友的儿童乐园这样子 所以我就想说把这个概念 就是搬移到这个R9的出口这边 然后想要把R9出口整个打造成一个 就是属于大人的孩子气公园 插画家说黄色的爱心人 代表的是存在每个人心中的赤子之心 希望让繁忙的通勤族看见 花一点时间喘口气 想说如果在这边创造一个 就有点像秘密基地的感觉的话 他们经过的时候都可以得到一些休息 或是一些疗愈的感觉的话 会非常的棒 插画中机械感的设计 就是出自赤峰街区的经典元素 跟着十一组艺术家 结合当地特色创作的虚实空间 在被艺术包围的社区里漫游 深入认识老台北 memb啦 bак bac bac bac